这个呢是我们的微信的开发者工具 我们可以点一下它上面的预览 会给我们生成一个二维码 左边这里面显示的是一部真实的手机的屏幕 我们可以打开手机上面的微信 然后扫一下这个开发者工具上面的这个二维码 这样会打开我做好的这个小程序 现在显示的就是小程序的首页 上面呢有一组环灯片可以滚动的浏览 它的下面是一组产品的列表 按一下这个列表里面的项目 会打开这个产品的详情一面 在这个一面上展示的就是产品的详细的信息 这个一面上呢还有一些可以滚动显示的环灯片 点开这个图片会打开一个图片的预览窗口 这样用户可以更好的去浏览这些图片 在标签栏上面还有一个故事标签 打开它会显示一组故事列表 每一个故事呢都有一个视频 按一下这个图片会播放视频内容 在按一个其他项目上面的图片 也会去播放视频 同时之前播放的视频会自动的停止 然后会显示出之前的封面图片 这个视频呢 下面的内容可以打开这个视频的详情页面 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从头开始去做一个 这样的小程序 嘿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